ue 建民論推強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6號是建民論推強的200039期 我們今天節目主要談一下習近平他 vicemin了比爾蓋茨 為什麼要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達中國訪華之前 搶先先 vicemin一下比爾蓋茨 习近平究竟想对这两个连续到访的美国客人 习近平要表达什么样的深意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讨论的重点话题 在说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冲上热搜榜的 就是梅西在北京踢球啊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伙子 一个很勇敢的小伙子啊 网上呢这两天把这个消息已经顶上了这个热搜榜的头条 就是这个小伙子在6月15号北京工人体育场 正在举办的国际足球邀请赛里面 他突然呢是跳进了这个比赛场地 当时的比赛呢是阿根廷队队阵澳大利亚队 那么这个年轻的球迷呢 他是勇敢的跳下围栏闯入球场 与国际知名顶级球星梅西呢 有一个热情的拥抱 那么拥抱的这个同时 肯定保安室进来追他了 所以他就满场飞奔 最终还与阿根廷的这个守门医院马丁类似 还有一个接掌的动作 最终引起全场的欢呼 当然了直播也就是一度中断了 后来呢这个小伙子呢被几个保安呢把他接停 然后几个保安把他视角朝天的排出赛场 那么当时呢他是愉快的微笑 所有的照片呢都已经发在了互联网上面 很多中国观众都非常赞叹这个小伙子的勇敢行为 很多老球迷一生都没有这个机会啊 也就是这个小伙子那么年轻 他只有十八九岁绝对不到二十岁 他能够勇敢的大胆的跟梅西用这种方式有这么一个合影和拥抱 那么引起了所有的球迷的羡慕 那当然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命啊 而无论是梅西也好还是梅西的经纪人也好 马上就跟北京警方跟整个赛场的这个安保单位 以及邀请梅西到中国来访问比赛的这个主办方都明确提出 梅西要求一定要保护这个小伙子 一定不要为难这个小伙子 由于梅西和梅西的经纪人呢强烈的表达 不要为难这个小伙子的想法 所以说呢当时呢这个小伙子呢没有受到什么过多的这个责备 他本人呢只是被口头轻微的批评教育了下 很快就获释了 而且他能够很快回到观众席上面 那么后来还有记者呢去采访过他 那么由于梅西和经纪人都不断的通过主办方 以及跟北京警方打了招呼 按道理这件事情口头教育下就算了嘛 梅西毕竟是国际大牌明星 那么梅西已经讲了你们也尊重了梅西 你们何必还最次去为难人家小伙子呢 看上去当时是没为难 因为梅西还在中国境内嘛 结果人家梅西前脚要走 小伙子马上就被北京警方宣布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 并且规定他十二个月之内 就是一年之内不得进入任何体育场再观看呢 同类比赛 那么这个处罚令一出网络上就炸开了 也就是你们也太不把人家梅西当鬼市了 梅西这种顶级的国际球星都为小伙子求乐琴 而且你们是答应的 为什么人家梅西一走你们马上就处罚人家呢 哦规定一年之内不让人家再看同类比赛 请问一年之内还会有第二个 像梅西这样的球星载到你中国来比赛吗 你们这样不把人家明星对人家的承诺当回事 还有哪一个国际球星赶到你中国来继续搞什么比赛呢 还什么处罚小伙子十二个月之内不能看比赛 你处罚到十二年处罚到一百二十年来看比赛 可能在中国都没有用 因为什么不会有球星载到你中国来 而对他进行行政拘留 虽然在这个发布的行政拘留令上面没有些几天 但通常按照中国的惯例就是十五天 小伙子必须要到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里面待满十五天 他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啊 不就是跟他协地球星去拥抱拍了个照吗 当然了干扰了比赛确确实实是不应该 问题是你们承诺和答应人家没戏啊 你们讲过去不为难人的小伙子啊 干嘛人家刚刚走你们就处罚这个小伙子啊 所以说你把你自己的国际生育放在哪里 把你自己对别人的承诺放在哪里 共产党你讲的哪一句话能够算话 对于你这种马上前面答应后面马上就翻脸的事情 人家老外已经司空见惯了 连香港这么大的一个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中英双方政府签订的中英香港声明 你们能够在一半时间都不到都反悔去 所以说还有什么东西你们的承诺 能让国际社会相信你们呢 这也就是什么 这也就是今天国际社会对你中国的负面评价非常非常低的原因 好 我们说我们今天正式的话题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六月十六号 习近平在北京呢会见了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把这个时间点呢特意选择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前两天 也就是习近平跟盖茨会面的时候 布林肯已经呢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那么习近平敢在布林肯到达中国之前 抢先会见比尔盖茨 他有一个什么目的呢 那么根据习近平会见了比尔盖茨之后 中共官媒发布的中文新闻稿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稿子中习近平对盖茨称呼呢是你 而盖茨对习近平称呼是您在中文中大家都知道你和您是有尊卑的这个区别的 那么不知道这个现场的翻译在英语中你是用什么单词来区分你和您的 也就是呢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官方翻译啊 他特别强调习近平跟比尔盖茨说话时候谈到对方时候说的是你 而比尔盖茨回答习近平时候总是恭恭敬敬的用您来称呼 那么这种情况就一下子把习近平和比尔盖茨 他们之间的等级距离以及他们的尊卑关系就把它显露出来了 也就是中共就刻意要营造美国人是比中国低一头的 你比尔盖茨尽管是前世界首富是在世界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但是习近平对你比尔盖茨的讲话实际上是通过比尔盖茨给全世界在带话 那么习近平在布林肯访华之前抢先会见比尔盖茨 并且跟比尔盖茨再次谈到大变局 那么这个大变局大家应当都有影响 也就是习近平前段时间到莫斯科去访问嘛 也就是大家还有没有影响海牙国际法庭突然宣布对普京进行通缉 全球132个跟海牙国际法庭签约的国家都有义务要抓捕普京 就在这个通缉令刚刚发布的同时 习近平呢他就冒险去见这个国际海牙法庭通缉的通缉犯 习近平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访问时候 习近平跟普京告别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 就是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被你我碰到了 我们共同推动也就是他不仅仅要跟普京把握世界格局 他还要把比尔盖茨加上 美国总统呢他知道是可以变的 也就是过几年美国总统要重选一次嘛 但是像比尔盖茨这种全世界首富所代表的全球左派的深层政府是永远也不会变的 那么习近平也好普京也好盖茨也好 他们都在为着一个邪恶的目标他们在做着共同的努力 那么这种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人类嘛 方式不一样而已 普京是用战争的手段首先在乌克兰发起战争 普京的目的是消灭乌克兰在把乌克兰征服和消灭之后 普京更大的愿望是下一步就是要征服欧洲嘛 最终普京用通过对欧洲征法的方式把欧洲的人口降到最低 以他大俄罗斯统一整个欧洲来实现普京的这个撒谎帝王梦 这是普京的方法用战争的方式 习近平的方式就比普京高一点 也就是我不动一兵一卒看上去兵不血刃 我已经把半个世界已经把它消灭了 就是习近平用武汉病毒嘛 用武汉病毒深入到全世界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 美日欧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受到病毒的毒害 至于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些穷国他们受到的毒害就更深了 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很好的医疗条件嘛 所以说习近平用武汉病毒渗透全世界的方法 消灭的人口以及他运用的手段都比普京要高明的多 所以说习近平是高于普京消灭人类的他这个方法的 那比尔盖茨就更高明了 比尔盖茨什么 比尔盖茨是你习近平只是发明了一个病毒啊 但是话讲呢受病毒感染的人多 还是受我比尔盖茨推广的疫苗的人多啊 因为比尔盖茨打的他是为全人类提供疫苗嘛 他的疫苗真的比病毒还有害 也就是用了比尔盖茨疫苗的人造成的莫名其妙的死亡 和各种乱七八糟的再生性灾害产生各种副作用的人类有的是啊 比尔盖茨恨不得给全世界所有人的人口全部注射上他的疫苗 而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总人口至少要把他什么 要把他下降到一半以下 所以说比尔盖茨比他们两个人更邪恶 因此来讲习近平和普京都非常喜欢比尔盖茨 也非常乐意跟比尔盖茨合作 那么比尔盖茨他到中国 习近平高规格的来接待比尔盖茨 实际上就是表现出中国愿意跟比尔盖茨合作 我这边放毒你那边给他们去打疫苗 无论是毒还是疫苗对人类都有害 最终是消灭了这些人口 然后比尔盖茨挣到钱 共产党大到他邪恶的消灭世界上先进人口的目的 然后习近平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嘛 所以说你看邪恶总是相同的 当比尔盖茨这次来 习近平不仅仅是本人亲自接见 还安排了高规格的中共的 包括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中共的外交部长青刚 全部是随同习近平一起接见比尔盖茨的 那么接待比尔盖茨显然是中共 希望跟比尔盖茨更加深度的合作 也就是中共是绝对不会放弃 用病毒去侵蚀全世界的 那么比尔盖茨正好得到机会了 他就告诉全世界啊 现在有病毒啊 病毒有害的啊 你们为了防止这种不中毒 你们就用我的疫苗 而他的疫苗是另外一种毒 无非是打着疫苗的旗号 来更加的残害人类的身体 这就像共产党总是打到最美好的旗号 实际上共产党达到的是最邪恶的目的 所有跟你那些高喊的漂亮口号的人 他们背后都是掩藏着要毁灭人类的祸心的 所以说比尔盖茨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根本不代表什么财富 不代表什么文明 他只是代表着一个深层政府 代表着全球的一个左派邪恶的集团 跟习近平普京这种邪恶的战争罪犯 以及输出病毒的罪犯合作 他们就是目的 要毁灭世界文明 要毁灭人类的人口 按照他们的目标要制造要毁灭 把总人口下降到一半以上 所以说习近平很满意啊 习近平接待盖茨 就不断地告诉盖茨 在他亲自指挥下 他对全球做的哪些事情 他的目的就是他要加速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 习近平就说 正提出了全球发展的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全球性挑战 咱们天朝提供的这个方案呢 是全球最优化的方案 也就是你比尔盖茨呢 你一定要学习真正思想 你要多看看正的那个思想指导 要多看习近平理论 习近平思想的书 领会正的全球战略 学习习近平思想 你绝不是随随便便翻两页就过去了 一定要像蔡奇同志一样 入牢入心入魂 你比尔盖茨有那么多时间 去研究那些病毒 研究那些疫苗 研究好的疫苗的前提 是学好正的思想 你只要把习近平思想 巩固到你的头脑里面 要入脑入心入魂了以后 你的这个疫苗才有用 这就是习近平他接待比尔盖茨 他给比尔盖茨灌输的 要比尔盖茨做到习近平的好学生 这就像文革时候啊 文革时候林彪推出了雷锋 就不断地告诉大家 全国人民要学雷锋 解放军优秀代表就是雷锋 雷锋为什么 雷锋做毛主席好战士啊 就是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打仗 去牺牲 所以林彪当年是这么把雷锋推出来的 现在习近平希望 你比尔盖茨就做一个杨雷锋 也就是你学好习近平的思想 你读习近平的书 听习近平的话 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也就是你比尔盖茨要率先身体力行 这是习近平他对比尔盖茨灌输的 他的这个指导思想 比尔盖茨是深受感动啊 在习主席的伟大光辉思想的指导下 所以他现在要紧紧地靠拢中国政府跟习近平联手 最终达到共同的消灭人类的目的嘛 所以说比尔盖茨的邪恶 一点不比共产党的邪恶差 你不要认为他曾经是前首富 他曾经在美国为美国人民做过一些什么 这个慈善事业 他的慈善背后都包藏着非常险恶的毁灭人类的这个祸行的 你去仔细研究一下比尔盖茨的他的疫苗计划 你看看他的疫苗计划 他最终要达到点什么险恶目的 你就知道这个人面瘦心的披着羊皮的狼了 习近平接见比尔盖茨 他实际上也是通过会见比尔盖茨 隔空对美国政府喊话 他说比尔盖茨是他今年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显然就是告诉了布林肯 你是来也是来的盖茨之后 要跟你说的话已经通过比尔盖茨转达了 因为习近平跟盖茨里面说的话很明确有一句重点 就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为什么习近平要重点强调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呢 不是那么多年都跟美国政府打交道吗 显然习近平要表达就是美国政府是坏东西 美国政府对我们中国人民不友好 但是美国人民对我们友好的 那么谁代表美国人民呢 比尔盖茨就代表美国人民啊 美国政府跟中国的关系早就被习近平搞砸了 因为习近平一天到晚东升西降了 战狼外交了 他早就把中美之间政府之间的合作 已经搞到什么 搞到美国政府自从川普担任总统以后 无论是美国政府也好 美国国会也好都在打击和排挤中国嘛 不断给中国加税打贸易战 跟中国的各个企业脱钩 限制中国的科技产业 断绝对中国的芯片供应 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经被美国的包围圈呢 已经压得根本就喘不过气了 也就是美国政府跟中国现在关系是相当相当恶劣的 布林肯是从他担任国务卿以来第一次访华 而这次访华还一波三折 你先把人家气球打掉了嘛 所以人家布林肯根本就不肯再来嘛 那么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很恶劣 政府搞不定习近平就说 他跟美国的友好是跟美国人民友好啊 哪些人代表美国人民啊 美国资本家就代表美国人民 因为美国资本家是能够提供美国大量的就业人群的 所以呢跟美国资本家呢 中共历来就是通过利益拉拢了 因为利益是一定能捆住资本家 他们利益迅迅的新的 所以说呢美国资本家 他们通过就业岗位能够呢 去捆绑很多美国人民 包括很多美国选民 都说美国这些大资本家 受他们的各种势力的影响啊 包括硅谷的互联网的高科技企业 包括华尔街的各种金融企业 那些带有左派意识的 类似于比尔盖茨啊 华尔街大佬布隆伯格啊 黑石的老板苏世民啊 还有亚马逊的贝佐斯啊 脸书的扎克伯格啊 这些人几乎都是垄断了 华尔街和硅谷的各个科技界大佬 金融界大佬 他们各个是意外服务 每一个人在每次大选中 他们都投入句子 这些投入的句子 都是为了影响美国人民选民的选情的 而这些人 他们跟中共都有密不可分的这个勾结 可以讲 中共和他们之间是彼此相互勾结 共同来割中国人民的韭菜啊 就是这个韭菜中共官府收割中国人民还不够 西方的资本家 尤其是美国科技界的大佬 金融界的大佬 都到中国来收割一部分韭菜 当这些大佬们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以后 他们当然跟中共勾结了啊 而中共渗透美国民间 靠他的这个统战的这个魔爪已经深入到美国上上下下 除了靠利益捆绑美国这些带有左派意识的各个大佬 各个资本家之外 那么中共已经把很多布局布在美国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啊 包括美国的这个顶层权 你看赵小兰家族就等于搞定了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大佬 麦康奈尔嘛 麦康奈尔是共和党里面顶尖的大佬 也就是这么几十年来麦康奈尔成为美国国会参议院里面 他的顶级的这个拍板权的人 他对中国的所有的政策都跟他自己老婆赵小兰 跟赵小兰家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这个家族受到中共百分之百的影响 这是指中共在顶层控制美国顶层政治人物方面 那么其次就是活跃在美国政商两圈里面 还有很多中共派出去的礼节啊 派出去的一些女特工啊 一些为中共完成各种统战任务的 类似于像邓文帝这样的人啊 你看邓文帝在美国政商两圈 顶级政商阶层里面 邓文帝是多么的活跃 那光搞定高层不行啊 包括中层包括基层都要搞定 那么中层就有很多像方方像燕燕青这一类的 通过用上床这种最古老的女色的方式 把这个什么加州的国会议员啦 州长啦市长啦全部睡到了方方的床上 燕燕青把人家哈佛大学那个利伯博士也睡到了自己的床上 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把美国的一些忠诚人物包括议员包括州长市长 包括美国顶级的科学家也全部拉下水最终呢 为中共对美国的布局进行大面积的渗透 至于底层那就更多了 底层就更方便了 因为这么多点输送了大量的亲人学者啊 以及到美国读书的各种小粉红的留学生啊 各个学者啊 这些学者专家渗透在美国的社区里面 渗透在美国密密码码的机体上 他们都充当着中共去污染美国意识形态 搞乱美国社会的作用 更何况中共动用了像微信啊抖音啊 这一类的社交媒体已经渗透在美国的千家万户 现在美国的男女青年尤其是年轻人 几乎没有哪一个不用抖音的这个海外版Ttalk的 而Ttalk基本上就是把中共的意识形态 每天通过各种影片通过各种宣传 深入到美国的千家万户 所以说美国的普通人一点都不知道共产党邪恶 绝大部分美国的普通人是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因为他们接触到身边的中国人大部分华人都是比较友好的 华人一般来说跟美国人尤其是跟美国的白人邻居也好黑人邻居也好 华人都是比较温和的也就是华人在外面主动去侵犯别人 去攻击别人的现象是不多的 所以大部分美国的这些普通人对华人都认为他们学习成绩优秀 然后带人温和只不过有点自私自利而已 就是想探点小便宜而已 那么对于美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 对于那种爱探便宜的华人是从来不计较的 就比方说那些免费食品你们去拿呗 他们希望你们去拿他们一点都不在乎 所以说呢华人这个社群在美国社会里面 他并不树立跟美国无论是美国的白人还是黑人树立为对立面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普通人他们根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种暴行 各种人权恶劣的记录他们不完全了解 所以说美国的民间呢对中国没有那么痛恨 而习近平恰好就利用了这一点嘛 所以习近平就不断的强调中美关系在民间 那么这个话就实际上是在布林肯到达中国之前 给布林肯已经呢给他设下了一个前提 也就是你美国政府跟我们好不好都不在乎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在民间 你反对我们也没有用 你中普我们也没有用 美国人民呢跟我们是友好的 因为美国民间跟我们要好 比尔盖斯就代表民间哇 你看比尔盖斯跟我们处的多好啊 而美国政府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布林肯了 布林肯是18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那么在布林肯到达北京之前 习近平这样做刻意营造就是两种氛围嘛 一方面习近平亲自高规格接待盖斯 而且特意强调盖斯是他今年会见的第一个美国朋友 称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 那么习近平这个话 中共的官媒马上就大肆炒作了 小粉红一起上啊 水军一波一波的上啊 就不断的在中国铺天盖地地陷去 中美关系好是好在民间 至于中美之间政府之间的关系 那一切错误都是美国的嘛 中共一贯是强词夺理吧 中国跟任何一个国家打交道 只要有错误错误一律是美国的 也就是错误是美国的 所有的责任是美国的 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财产是藏在美国的 我们的官员的老婆孩子是要到美国的 我们所有人最终办理的身份 拿到的绿卡 我们的身份是要放到美国的 也就是嘴巴上要骂美国的 心里面是向往到美国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现在上上下下大小官员 他们普遍的共识 强调到比尔盖茨代表民间 中美关系在民间 另一方面 中共官方对布林肯访华是相当的冷淡 直到6月14号晚上 中共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汪文斌才宣布布林肯即将访华 而且中共媒体是不断的制造舆论 对外界释放布林肯访华是美国求我们的 也就是美国一直是想要到我们这来访华的 而我们是不大想理布林肯的 因为你们把我们气球打掉了吗 他们只告诉中国老百姓 美国人悍然用军机把我们的这个气枪气球打掉了 他根本没有告诉老百姓这个气球是你们空飘到美国上方 侵犯了美国的间谍气球 你这种间谍气球进入人家美国国境之内 在人家的领空不断的释放 飘了八天人家不打你 还准备让你放下一个气球 去侦探监测人家美国的各种信息吗 哪有不把间谍气球打掉的道理呢 所以他们不会告诉中国老百姓 只告诉你们是美国人求我们 我们要亮一亮美国人 而且是布林肯因为气球事件 他就推迟了访华以后 中共是老羞成怒啊 习近平咬牙切齿子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 他说公开的抨击美国啊 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天朝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唯独打压 给我国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目前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惊涛骇浪 也就是习近平认为中国现在一切不好 都是美帝国主义压迫 都是美帝国主义打击 都是美帝国主义给我们造成的灾难 所以你们要把仇恨全部什么 把它激动到美帝国主义头上 既然中国天天仇视着人家美国 你觉得美国政府不知道吗 连习近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公开在两会上面 认为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对中国进行围堵 才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现在是惊涛害了 美国都很清楚啊 那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跟中国不断的发展友好关系呢 这次布林肯访华之前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说跟中国脱钩是无法想象的灾难 也就是美国是绝对不能选择跟中国脱钩的 这也就是拜登参加机器会议时候不是讲过吗 我们是不脱钩 我们只是去风险化 那么哪些算是风险由我们美国人定 至于钩呢 看上去我们好像还是挂的钩 我们没有跟你中国脱钩 但实际上形成了美国在核心科技方面 对中国已经实施了战略性的打击 中国再也不要想获得美国任何核心科技对中国的支持 对中国过去的那种大规模的资金投资 现在美国也纷纷都把它叫停下来 不会再像中国有那么多数学 所以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实际行动我们是看得见的 嘴巴上是要讲要跟你修好的 要保持一定的级别的沟通和联络 因为美国是不愿意完全断掉 跟中国根本没有沟通的渠道 跟中国现在就形成 我们嘴巴上也是敌人实际上也是敌人 美国的这个战略是要稳住中国的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没有结束 只有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 普京受到国际惩办之后 俄罗斯的隐患彻底消除 尤其是俄罗斯的核设施能给它全部销毁 俄罗斯无法威胁世界无法威胁欧洲之后 回过头来再一起来整合所有全球的正义的力量对付你中国 所以说呢目前来讲美国不会多头数敌 对中国加强友好沟通保持至少是面子上的大家互相的沟通往来呢 是有利于现在美国稳住中国的这个方案的 因为美国对中国现在所有的方案就是要求中国呢 你不参加到俄罗斯侵略到乌克兰战争中去 不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提供各种弹药提供各种物资支持 让普京呢快点去死等到普京死掉之后 那时候一定是回过头来修理你中共 那习近平他自己看不看到这个形式呢也看到 但是习近平敢不敢就说我不理睬你美国 我们不能让普京死我就支持普京 习近平这个想法是肯定是一直是坚持的 对普京死不死习近平是绝对不希望普京死 因为普京死习近平就孤家寡人了嘛 但是习近平又不敢明目张胆向普京诉讼各种武器 现在就走迂回战略啊 现在习近平就把大量的武器装备弹药呢 卖到车臣卖到白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和车臣 你们再转卖到俄罗斯去 习近平以为他这种曲线救国呢 他能救成功 那你觉得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吃干饭的啊 你习近平每卖到车臣卖到白俄罗斯 卖到伊朗卖到土耳其 你卖的一枪一弹 都在人家中央情报局记录的这个仗册上 也就是最终要给你拉清单啊 你习近平不要那么得意 你觉得你转手你迂回的去达到你曲线救国 救俄罗斯的这个程度 你根本就帮不了俄罗斯 最终什么 最终只能受到国际上的一起清算 所以说美国现在对中国整个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现在派出布林肯来访华跟中国加强这方面的沟通 就是为了稳住习近平 至于你习近平你想做什么你可以做 但是做是一定是有代价的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